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倒计时100天将至 7月25日 记者在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获悉 法国奢侈品品牌Korlov今年将首次参展进步会 带来被誉为全球黑钻Top5之一的The Korlov Naval Diamond的中国首秀 卡洛夫也将于这次第三届的进步会带来他们的正电子宝 88克拉的黑钻 来到我们的这个上海给中国的消费者一睹为快 这也是卡洛夫的黑钻和卡洛夫的品牌首次进入中国亮相 Korlov中国区总经理毛维新介绍说 这颗黑钻的独特之处在于展示了一种称为Korlov切割的新型钻石切割 大部分光线将直接进入宝石提高钻石的光泽 估价高达3700万美元 此外在第三届进步会上 该品牌还将同时首发万表珠宝等签余款新品 希望这一次通过第三届进步会将卡洛夫这个品牌带到中国 带到第三届进步会带给我们的这个广大的中国消费者 据了解贸易港内有望参展第三届进步会的新品多达千届 包括捷克水晶杯 墨西哥龙石兰酒 南非牛肉等 承接进步会一出效应 打造展品变商品的最短通路 贸易港于2018年11月13日开业 截至目前已成功吸引来自57个国家和地区的139家企业和组织入驻 绿地商贸集团董事长总经理薛英杰表示 贸易港不仅仅是展示平台 还提供国际货运国际货代仓储冷链零售分销市场推广等全流程服务 农历当好有求必应的殿下二把进步会的一出效应推向全国 我们也在全国用我们进步会的一出这个效应 我们把我们的立地全球商品贸易港已经在中国布十个这样的一个分港 我们现在让它进入到中国销往中国的各地 我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这个就是真正的我刚才讲了用了一句定义叫保姆师服务 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做的更多的工作 据了解贸易港线上平台G-Hub已正式上线 将各馆商品搬到线上建立贸易港云商城 并利用三维动画技术打造线上贸易港 市民游客可随时随地云购物云逛馆 请不吝点赞订阅